是否杀人偿命引起了许多讨论 这是人犯吴敏诚在19年前杀死女友入狱 三年前又当街枪杀担任幼教老师的黄姓女友 案件到更二审已经三度被判死刑 但她到底该不该被判死 最高法院首度开了生死辩论庭 被害女子的妹妹在庭上气不成声 那么受害者的子女儿子还说 这个杀死妈妈的人会不会被判死刑呢 不过吴敏诚的律师还是在替她求情 三年前吴敏诚当街枪杀担任幼稚园老师的黄姓女友 她头部重弹倒握血破中 吴敏诚冷血开枪事后还面不改色 将手枪藏好逃离现场手段凶残 一审被判无奇徒刑案件到更二审 三次被判死刑 但费死一体吵得沸沸扬扬 最高院首次办理生死辩论 即使已经抓到嫌犯 但丧女之痛 家属的恨埋在心里深处 但法务部面对死刑议题很敏感 近来枪决六名人犯 也让费死团体再度崛起 但吴敏诚带走两条人命 被害家属担心 如果再给他一次机会 不判死刑 那谁又能再给死者一次机会 专讯无敌论 吴宇轩台北采访报道